西福 西财 西元 克服贪心 自私心 我执心 在人间要懂得西福 西财和西元 很多人不懂得在人间应该怎么珍惜 师父今天告诉你们 首先要西福 第二要西财 第三要西财 西元 西福 就是你今天所拥有的一切 你全部都要珍惜 你今天有这么一个家庭 虽然吵吵闹闹 但是很多人还没有家庭呢 我今天一个人 我没有家庭 但是我很快乐 我也是珍惜它 我所拥有的一切 我都珍惜它 我今天五官还端正呢 看看马路上 很多残疾人 脸上一块一块疤痕 想想 还有很多人躺在医院里 你的生活比他们好很多 你有这个福气 今天吃得下 睡得着 还有生命 你要好好地珍惜你这个福气 要西福啊 第二要西财 有一点点钱不要乱用 要用在刀口上 该用的就用 如果乱用钱的话 这个人很快就会没钱了 不要不把钱当回事 以为是自己赚来的 就可以随便乱用 到最后 你就没钱了 你们试试看 是不是这样 以为钱赚得很容易 用起来也很容易 一段时间过后 你就没有钱财了 所以要西财 第三要西缘 有没有缘分啊 有 缘分在哪里呢 缘分就在你的身边 今天你们跟着师父 是有师徒缘 你们学佛 是有佛缘 你们大家都是佛友 那就是有佛友缘 所有的一切 都是靠着缘分来维持的 你们不珍惜别人 别人很快就不珍惜你了 你今天不理睬人家 人家很快就不理睬你了 你今天恨这个人 你很快就会被人家恨 所以这个缘分很重要 今天有这个机会 可以学佛法 做功德 有这个机会 可以在澳洲生活 有这个机会 可以不生癌症地活着 所有的这一切 全部都是缘分啊 虽然有时候 孩子跟你是恶缘 但是 他既然到了你这个家 他已经成为你的孩子 那你就要珍惜这个缘分 举例 他再穷 他也是你妈啊 他再穷 他也是你爹啊 这就叫缘分 大家要懂得珍惜 学佛有一个秘法 你们知道是什么秘法吗 很简单的四个字 苦尽甘来 这是师父告诉你们的 你们在别的书上是找不到的 学佛是不是苦尽甘来啊 学佛是不是为了以后 学佛的苦是什么 学佛的苦是什么 就是你的业障 你的灵性 你把业障灵性 全部去除了 你的苦就尽了 你就能够上天了 你就能够修成功了 你是不是 你是不是甘来了 吃得苦中苦 方为人上人 这句话是说人的 师父说 不吃苦中苦 哪有甘来啊 想一想 甘泉 就是观世音菩萨的净瓶水 就是甘露啊 学佛要懂得清净心 一定要干净 清净心等于善 一个人的心 能够清净下来 这个人就是很善良的人 你们去看好了 吵架的人能够清净吗 骂人的人能够清净吗 打人的人能够清净吗 这种人能够有善良的心吗 今天 你能够安安静静地 坐在这里 那你就是一个善良的人 人家闹事 你不闹 你就是一个善人 如果心不清净 那就等于恶 师父对你们的要求很高 如果你今天的心 不能清净 实际上 你已经存有恶念 恶意 恶心 在你的心中 因为恨人家的人 他的心 清净不下来 因为嫉妒人家的人 他自己的心 清净不下来 因为想害别人的人 他的心 是清净不下来的 看看自己 是否能够清净下来 就知道自己 是善 还是恶 如果你今天 不善不恶 那你的心 还是属于平稳的 叫 无忌 举例 如果按照地图讲起来 就是没有标记过 一个人 不思善 不思恶 就是无忌 就是过得去 刚学佛的人 他控制不住这三种心 什么心啊 清净心 他控制不住 不清净心 他也控制不住 不善不恶的心 他也控制不住 要断除 贪心 自私心 和我执心 这个 也是三种心 贪心 是学佛人 刚刚开始 最难去除的 自私心 人皆有之 那就更难消除 我执心 就是总以为 自己是对的 天天想着自己 这三种心 不要说刚学佛的人 就是你们学佛 学到今天 你们告诉师父 你们的这三种心 去除了没有 没有 师父有方法 用来对质 这三种心 首先 要学习佛的慈悲 对质贪心 因为你这个人 一慈悲 你就不贪 本来想在人家这里 还拿一点 做生意的时候 我多要一点 我再多要一点 一想人家 也很可怜 人家也没有什么钱 你的心一慈悲 你就不会有贪心 人家不买他的房子 他天天求菩萨 等到有人来看他的房子的时候 这个价钱 他又不肯卖了 最后 还是没有卖出去 这不也叫贪心吗 自私心 要靠智慧来去除 因为自私的人 是没有智慧的 自私的人 就只想到自己 永远想不到别人 你们知道吗 动小脑筋的人 很可怜 到最后 整天被人家欺负 因为你是 动小脑筋的人 人家就看出 你的这个弱点 就整天地整你 在公司里 喜欢动小脑筋的人 老板就看不起他 整天就弄他 你堂堂正正地做人 老板怎么会对你不好啊 动小脑筋的人 就是让人家看不起自己 这种人 没有智慧 这种人 就是自私的人 整天想占人家便宜 不叫贪心吗 不应该你得的 你去得 最后 你不是自己惹麻烦吗 有多少人 在公共场所 看见漂亮女孩子 想占别人的便宜 被当场逮住 送到警察局 说说看 这个不就是贪吗 有智慧的人 会这么做吗 我执行 要用什么方法 来对质呢 用行持 来对质我执 因为我是修行人 我要坚持佛心 坚持正念 所以不管有什么样的 我认为怎么样 都要知道 我是修行人 我是在行菩萨道 我在坚持走菩萨的路 所以 我不能有我自己 这也是持戒 这就叫行持 要记住 拥有慈悲 智慧和行持 你就会拥有清净心 你就把这个清净心 拿回来了 对世界上任何人 都要有尊敬心 尊敬别人 更要尊敬善知识 对善知识 要有恭敬心 凡是你觉得 对你有帮助的人 都是你的善知识 比如 你的师父 你的师长 你的家长等 对待善知识 你要恭敬 对所有的众生 要有慈悲心 你们知道吗 一个人的智慧 是从哪里求来的 一个人的智慧 是从恭敬心当中求来的 一个人 要恭敬别人 你就会拥有智慧 所以 中国有句话叫 十部之内 必有芳草 三人之中 必有我师 你恭敬了别人 你就可以从别人身上 学到很多 你学不到的知识 大家想一想 是不是这样 要知道 每一个人 都有每一个人的本事 每一个人 都有每一个人的经历 你从他人那里 可以学到很多 对自己有用的东西 过去 有很多将军 只会勇猛打仗 想了半天 想不出好办法 结果 参谋长在边上 跟他讲了一句话 让他毛色顿开 豁然开朗 然后 搏杀战场 率军凯旋 学佛人 要坚持走自己的道 有时候 要广结善缘 就是为了 让周围的环境 对自己 有所帮助 有时候 我们靠自己的力量 什么事情 都做不成 碰到事情 就傻眼了 多听听 旁人的意见 你会增加 很多的智慧 所以 师父叫你们 要懂得 恭敬 才能得到智慧 谦卑 才能得到智慧啊 智慧 是怎么来的 因为你很谦虚 你非常的谦卑 不好意思 我不懂 你多跟我讲讲 人家听了开心 就跟你讲了 你不就是 学会了吗 学会之后 你不就是 拥有别人的知识 变成 自己的智慧了吗 否则 你哪来的智慧啊 很多的智慧 是人家拥有的 但是 你把它学过来了 不就是 你拥有了智慧吗 你拥有了智慧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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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